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好像很久沒有坐在辦公室聊天 之前也出了很多Listing 二手拿掛牌的影片 我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是一個樓盤片 名字是Bang 地方是Burquitlam Skytrain站 這個地方有一段多長時間沒有一個新的樓盤 所以這次也挺興奮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的價位也會比之前我們說的Brandwood Metro Town 會更容易入手平民化 而且這個本是很符合Carrie 溫哥標準 所以我們這次會分兩條影片 你的標準是嗎? 你的標準是嗎? 我經常說Carrie 溫哥標準 我通常喜歡我自己和機仔去買購物資產 或是幫父母或親戚買的時候 我們通常會尋找某些特別的物業 首先我們最好是Condot 容易打理 這個Condot是樓花類的 然後是一個比較好的發展商 質素、信用、保證 至少不會爛尾 然後它的位置是一些比較主要的Skytrain站 例如Metrotown、Brandwood、Berkulam、Lokit這些都是 而且這個Skytrain站還不只是三卡 附近是有些配套的 有得買菜、吃飯、有很多銀行、設施 最好是很容易可以去到大學 無論是投資還是自住都很方便 出租都很容易管理 所以Berkulam我也覺得可以 尤其是價位現在比較商易 所以跟大家推介一下 為何要分兩條影片和大家介紹呢 因為我們這條影片會很實際 進入一些詳細 例如價位、桌子計劃等等 因為這個發展商 蔡拉我們合作了很多次 他也是給我們的頻道的朋友 Kerry的購買者 我們可以早一點 或者我們可以直接進入減樓的項目 因為我們其實買了很多樓花 大家見過之前很多樓花影片 通常的做法 都是要進入request forum 然後等一輪 才可以知道有什麼單位 派給你有未必對 其實大家在一個買樓之路上 浪費了很多時間和努力 這次我們可以反過來 我們有一個主動權 Kerry跟大家會有一個主動權 就是可以告訴發展商 我就是想要哪個單位 我本身也會跟發展商拿到一些單位 另外大家有其他單位想要 都可以再去拿 所以我們今天先分享這些很實用的資訊 有需要的朋友 我們可以開始減樓的process 拿到優先權 然後看看樓花計劃等等 然後下一條影片 應該下個星期就會出的 這幾天就會去發展商的售樓中 終於準備好了 就可以去看看裡面的features 用的材料、電器、設計、顏色等等 再去周邊走走 讓大家可以更進一步了解這個項目 我們現在開始說了 我們先看看他的簽證 其實Band這個地位 上市的Burkwitlam出租 譬如說那條影片 我們也很快 那時候放租1,900左右 我們也在一兩天找到租客 現在也租出了 還在5月1日剛剛起租了 所以租務市場的話 現在也挺輕盛的 我們這次樓盤的地位 是在North Road上面的 在這裏 距離Burkwitlam Skytrain站的話 大概是5至6分鐘左右的行路 隔兩條街就到了 我們上條影片拍攝的出租單位 其實在旁邊 就是舊一點的樓 我們這就是2026年的春天會落成的 Burkwitlam Skytrain Station 我們上次也分享過 簡直是有個Safe On Foods 還是Safe Way Safe Way Safe Way 下面也有不同的超級市場 銀行、牙醫、診所、食物的地方 這個圓圈是15分鐘的Walking Distance 還有一個很方便的位 就是去SFU山上 有一輛巴士直達 20分鐘可以去到SFU 去Parametro Town、Brandwood 都是20多分鐘 開車或坐Skytrain 單攤45分鐘 這個建築 一房、兩房、三房都有不同的單位 我們先選擇一個最有特色 是在這一區 甚至在Brandwood和Metrotown 都很少看到的一種特色單位 這個特色單位 也不是很特色單位 因為它有很多選擇 它是一個兩房一次加Lock Off Suite 其實簡單來說 它是一個三房單位 但是它拆開了三房 什麼叫Lock Off Suite 就是門口進來 大家看到這邊和這邊都有門 可以獨立出入 這個是一個好像Studio 你可以把它分租出去 或者給一個你不想一起住的家庭成員 它這個特色就是你進到這邊 它有櫃 有它的廚房 有衣櫃 有一個好像比較大房間的空間 做一個Studio 亦都有自己的洗手間 另外一邊的入口 就是一個兩房一次 廚房 飯廳空間 客廳 還有一邊的空間 全部都是大玻璃窗 可以採光 兩間房間分開 這兩間房間是一個洗手間 所以大家可以叫它做 Tool Bad Galock Off Suite 或者它也可以是一個三房兩次的單位 這一類型的單位 我們今次在Ban這個樓盤都見很多 四樓到二十樓左右 基本上每層都有兩個 所以都會是挺特別的 因為你可以分租 首先如果你想兩邊分租 如果是一個三房單位 我剛才和大家拍這條影片之前 都做了少少一個 Based on現在的Market Research 一個三房單位在Berquitlam 可能租的是三千元 三千頭鬆一點 如果好像這樣的單位 其實租出去分分鐘都會有 成接近四千元 現在一個Market Rental 一個正常的兩房兩次單位 大概是二千四至二千六 這是兩房一次 少一個洗手間 面積小一點 你租不到二千四、二千六 都可能你又說二千二、二千三 一個one bedroom unit full size one bedroom unit 大概是一千九至二千左右 我們剛剛租出去的那個也是一千九 但如果你說它不是一個 full one bedroom studio 大家當它一千七千八 所以兩個unit的租金加起來 差不多是四千元左右 那就會同樣一個size 你買一個三房和一個lock of suite 出租回去的回報率就高很多了 那回報率 等一下 問題是好像沒有很多洗衣機 對了 但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洗衣房的問題 這個兩房一次單位是有洗衣房的 而這個lock of suite 它是沒有獨立洗衣房的 那這傢伙怎樣洗衣呢 那有兩個方法 一個就是你找一個方法 讓他們用這個洗衣機 另外就是在這個建築的某一層樓 現在不記得變成樓上的樓下 它是設有了四部的工用洗衣機 就是給這個建築裡面的人去洗的 所以即使大家把這個 suite 租出去 它沒有洗衣房的話 它也可以在同一個建築裡面 可以做到洗衣這件事乾衣的都可以的 其他新樓有沒有 其他新樓沒有 我就是它專門做一些公用洗衣機 對 你要去回很多年前 即七幾年 每個單位裡面都沒有洗衣房的時候 那就是有些common floor 很多洗衣機大家洗 那現在呢 因為現在這十幾年的新 condo 二十幾年 每個都自己有洗衣房 就沒有再做這些東西了 那今次發展商 它做了一個比較特別的產品出來 那它也考慮到成本問題 如果又加上洗衣機 那單位越高越貴 那你的 rental income的性價比較低了 那這個 suite的話 分租是一個option 也可以叫做mortage helper 如果你說我想買單位 我們暫時只需要兩間房 那我自己住在這個 portion 然後將這裡出租 也很容易可以管理到租客 因為我們其實有時候出租 很多屋主跟我反映 自己管租 最怕就是租客沒有往管 因為condo你平時不能進去 但感覺上 你租一個studio出去給學生 好像招見口慢見面的話 容易的管理租客會比較乖 對 又或者是留一間客房 有親戚朋友 媽媽爸爸過來 可以先住兩三個星期 有很多種玩法 所以我覺得這次這個 也算是特別產品 可以跟大家推介一下 它的價位大約是90萬美至100萬頭 當然都是看你的流程方向 還有看你有多早買 大家有興趣我們早買的話 你拿的價位會是最便宜 還有你有減的優先權 因為它從四樓開始 去到最高的只有20樓 如果你後減 減不到的話 買到四五樓 大家可能沒那麼喜歡 起碼都想中層 我現在 我現在收到的request 有興趣的朋友 其實很多都是說三房 Suite那些 都不要四樓 不要八樓以下 大家都想要中高層 例如四樓至十七樓的四樓 這邊向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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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是東北和西北 有兩個Suite 這兩個整個都是Lock of Suite 一梯就差不多是八火至九火 不同流程有些不同 三部電梯 其他這些就是有one bedroom 其實one bedroom 都在這個project裡面 各個portion佔得很大 one bedroom 都立即和大家提一提 一房的話 都會是五百尺以上 五百零幾尺 到五百四十幾 五百六十幾 都有的 這個one bedroom 的價位都拉得很大 就差不多五十萬尾 到七十萬頭 都有選擇 Difference主要 其實除了是樓層之外 就是有沒有車位 有車位和沒有車位 的one bedroom 可以駕駛五至八萬左右 就看看各位 如果你是純出租 又想押低那個叫做 Long Sum的話 可以考慮沒有車位的單位 一房的話 赤價相對來說 都會在整個建築裡面 是比較高的 我剛才做了一個分析表 基本上一房的赤價 如果你沒有車位 可以剛剛好 Under一千二百元 如果是有車位的一房 其實差不多去到一千三元左右 一房一釘 Long Sum大一點 又拉低一點 所以一房的赤價 一定是高一點 去到兩房三房的赤價 其實都可以五過千一 都挺划算的 在那個區來講 兩房整個建築 比較多的 會是小一點 七百多尺的兩房 七百多尺的兩房 尺價大約是一千零八十 一千零六十左右 他們基本上都是層層都有 如果我們看看四至十七樓的Fall Place 就是這個區域 就是西南角 它去到高層一點 去到二十一至四十一樓 其實它有三個區域 都是這些小一點的兩房 因為它的欣賞小一點 大家用來做investment也好 上車盤也好 這類的兩房單位 七百多尺的話 我們預計大約八十萬頭 你都一定可以買到一個 比較好的樓層 即是中層 即是我們最低層的入門價 你預計八十萬頭 其實性價比最高的 我個人最推薦的 會是一個大小小的兩房單位 是這個 是九百二十一尺 兩房兩次 它的織都畫得很好 很正方形 Laundry room 有space可以放東西 房間分開兩邊 有完整的廚房 客廳、飯廳 現在很少兩房可以做到 因為它是九百多尺 又有一個套房 Belcony也很好試 好像這個單位的話 它的尺價差不多是一千元左右 九十萬頭、九十萬鐘 已經可以買到中層的單位 它的性價比呢 我覺得是最高的 因為現在在Brandwood 大家可能說 AmazingBrandwood 也好之前Concord Oasis 也好 兩房的開始 都已經接近一千元 而且那些不是九百多尺的兩房 可能是八百多、七百多尺的兩房 所以這個是性價比相對高的 也挺推薦的 另外如果大家真的想要真三房 即是舒舒服服的 是三間房 即不是Lok Oswitz 這一類的三房 其實選擇很少 是四十二樓到四十四樓才有 全棟是十個數 都沒有的三房單位 大家要的話 就要快一點聯絡 就是特別要求 因為這些到後期 肯定搶了 我記得當時 賣AmazingBrandwood 三房也是一下子掃 我自己也拿了很多個 我也不知道後面的人 還不是買到三房 我們剛才看了那些科研 我這些資料 其實全部都是上去 Carriequiet.com slashband 今天收到所有科研 還有更多媒體 很多圖片 我助手Betty 都很努力地 在這裡 更新我的網站 希望 在這段時間 這段影片出去的時候 資料已經完整 大家可以上去慢慢看 這段影片 是有冷暖氣的 所以它的Stratafee 四毫九左右 它已經是把冷氣、暖氣、熱水、煤氣 也包括你用27,000多呎的會所 這個建篇 庭拉起會所也是很漂亮 剛才看到的圖片 也看到了 所以你住在裡面 或者租客都會覺得很帥 大部分單位 除了剛才說的便宜的一房單位 沒有車位之外 全部都會配一個充電車位 這個建築是2026年的春天 它就可以交流 接著我們就說一說 它的Deposit Structure 我們有分開說 Local 你有身份和沒有身份 是有少少不同的 有5%不同的 我都清楚一點 今早有Call的時候 朋友都說 不清楚你什麼叫有身份 我有Study Permit Work Permit 有不叫有身份 這些都叫沒有身份 我們平常說的有身份 是要你是citizen 或者你有PR Card 這兩個就稱之為有身份 你就會比較少的Deposit Structure 如果大家是拿Study Permit 或Work Permit 那些的話 一律都是當外國 你都要給一個多少少的Deposit 這個項目的話 如果大家 例如5月份去買的話 你首先給5% 然後今年的8月5% 明年2月5% 最後一期是明年的11月5% 如果你是Foreigner的話 這個5%會變成10% 所以Local的話 Total就是20% Foreigner的話 Total就會是25% 發展商可以給我們頻道的朋友的優惠 首先有幾樣東西 這些是一些Discount 買一房-2000 買兩房-5000 買三房 以上包括Townhouse 就減8000 然後還有一件事 就是你買Locker的話 也可以減到3000元 這幾樣是一些錢上面的Refund 還有一件事很特別的 就是Assignment Free 即是樓花轉讓我們香港俗稱的摩貨 大家如果是給了Deposit之後 你想轉 譬如說 去到2026年之前 你不想要這個單位 你想轉給第二個的話 轉售給第三方的話 其實原本Townline 做的Assignment Free 都是2.5%的樓價 即是你可能轉為一房單位 都一萬多元 現在我們統一 全部都是2500元 就可以做樓花轉讓 這是一個我覺得最特別的單位 因為始終大家買樓花的話 不是鼓勵大家不斷炒樓轉來轉去 但有時候真的可能是 現在買的兩房 到時覺得不夠用 或者快了 但又變了買House 你想轉售的話 這個會很便宜 幫你減了很多Cost 好OK